知識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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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轉譯最早最早提出來 是加拿大提出來 後來WHO也互相呼應 就剛開始我們在講知識轉譯 主要是在講研究者 就是你在做很多 包括basic research 或是clinical research 然後跟你食物上面 就是health care provider 中間你如何去做溝通 比如說如何我們把研究的東西 轉譯成 轉變成在 食物工作者能夠去應用的東西 這個叫做knowledge translation 那近年來我們把knowledge translation 弄得更廣一點 就是我們 病人理論上面 實際上面也應該是我們的 招募團隊一部分 那我們是health care provider 如果把我們 所懂的醫學上面 科學上面的知識 然後說給病人聽 而且讓病人能夠聽得懂 所以我今天 在knowledge translation的部分 很大很大的focus是在 讓病人聽得懂科學證據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待會我會跟大家講 這個也是一個SDM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在開講之前 先請教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大家應該都知道SDM是什麼 可是有在執行SDM請舉手 很傻嗎 那前一陣子我才跟我們的藥劑部 在討論說 藥師在SDM裡面應該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今天應該是臨床藥學會嘛對不對 那臨床藥師是最有機會去做SDM 在什麼時機要做SDM 等一下我會跟 以我的觀點會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是在說 曾經有學過 如何跟病人溝通的請舉手 應該有吧 不要客氣不會問你 我想知道說 然後如何溝通科學證據請舉手 我以前也沒有學過 是我在學SDM的時候 我在去搜尋大量的evidence 我才知道說 原來當我們要把一些數字 一些科學證據 去跟病人去做溝通的時候 應該如何去做溝通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議題 好 那這是EBM的圖 大家應該知道嗎 左邊那個三角形式上是講的 我們的research 它可能是從一個single的study 到single review Metal Analysis 然後從Metal Analysis 我們再把它萃取出來 就變成一個科學上面的證據 然後左邊這邊 叫做我們如何去做運用 如果把科學的證據拿來去做運用的部分 那在運用部分 我們常常碰到的一個手法 就是我們先有所謂的CPG 叫做臨床食物的指引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對不對 大家應該常常用 對不對 比如說大家可能對於高血壓的治療 現在有高血壓治療的指引 有高血脂的治療的指引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個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裡面去做臨床裡面工作 可是如果單有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事實上是沒辦法成就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從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我們就產生了很多的QI QI大家不熟悉 KPI應該很熟悉吧 對不對 那我們常常會被KPI所困擾 因為很多很多的定定KPI 事實上是沒有evidence 對不對 OK 如果我們要提升定人的財務品質 應該是從evidence裡面去萃取出一個KPI出來 這KPI 才能夠代表說你財務的品質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OK 所以如果我們有KPI 如果我們有去audit的話 事實上我們是不會去做執行的 OK 那可是當我們有一個KPI以後 常常定了也沒辦法去做配合 OK 所以我們就可能就需要有一個SDM 叫做share district making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做share district making呢 是因為如果我們是一個EDP的話 對 然後大家看到前面這個圖 OK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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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食物上面 在 在 食物上執行BBM裡面的六個A 每個A它就會有漏水 大概漏百分之三十 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 OK好 所以只有我們做SDM SDM的目的在幹什麼呢 SDM目的就是在修水管 把這個水標露出去 OK 那中間溝通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分 OK好 那所以它叫做decision making share是一個方法 decision making是一個動作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focus是在一個決策 為什麼要做決策呢 是因為決策在我們臨床上面執行 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 它不是結束喔 對不對 我們總是要有一個決策 才有辦法去執行一些事情嘛 對不對 OK好 所以你要先想想 你平常是在如何去做決策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喔 在你們的 呃 左手邊是一個egg 在你們的右臉 手邊是一個donut OK 我們就開始想一下 待會喔 你們會有點心 對不對 OK 對不對 OK 你想要主案單位提供點心的是哪一個 對啦 一定不是這個的喔 可是我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假設 OK好 你希望你能夠得到 Apple呢 還是donut OK OK 應該是很快嗎 對 你想要Apple的請舉手 你想要donut的請舉手 OK好 都不想要的有沒有 兩個都想要的 對嗎 OK好 OK好 那 基本上面 不管是你兩個都不要 或是兩個都想要 或是想要Apple 或想要donut 基本上 大家應該都不會有作為感吧 對不對 OK好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決策裡面來講 會選擇donut的 會選擇Apple的 理論上面 你都應該 是有一定的理由嘛 對不對 你說我可能會選擇Apple 是因為我最近在減重 所以我就不會選擇donut 對不對 那有些人覺得你的身材很好 對不對 吃點甜食可能會讓你 學習的情緒更高昂 所以你就會選擇donut 對不對 OK好 所以這個兩個東西 事實上它都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讓你休息的時候 吃點東西 讓你增加你的飽足感也好 增加你的學習的效率也好 對不對 可是哪一個的學習效率 對你來講最恰當呢 就根據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嘛 對不對 OK 這個就是決策 這個就是SDM 大家了解嗎 OK 那所以 再想一件事情 OK 我們的主辦單位 為什麼不會提供Apple跟Stone 對不對 有沒有人吃Stone 吃石頭 可以改善你的學習的狀況 讓你覺得你有愉快 不會嘛 OK 所以SDM是非常非常 clinical oriented 懂嗎 你的Option一定是 Authority option 是一個合理的Option 而不是讓病人選擇的Option 大家了解嗎 即使大家說我要吃Apple跟龍蝦 可是主辦單位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事情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就會選擇兩個 事實上是一個Authority 而且在臨床上面是合理的選項 這在臨床上也是一樣嘛 醫師跟病人講 一定是跟你講說你會選擇A選擇B 一定是這兩個東西 在臨床上面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我絕對不會跟你講說 你一件事情跟一件事情兩者的價值差太多 讓他去做選擇 大家了解嗎 OK 所以 不是我們常常碰到這個事情 然後 在我們臨床上面 通常我們自己會很主觀的跟他講說 你吃這個東西好了 對不對 OK 比如說你看到他很胖 你就跟他講說你吃Apple好了 對不對 OK 好 對不對 那你想要跟他交朋友 你就會說這個是Bona 好不好 好 所以 所以這個就 我們在臨床上面 常常 我們自己就會 月圖帶袍 去把病人的Favorance給取代掉 OK 好 所以我們臨床上面 決策就很像很像這張圖 就是 就是 我們的臨床的人員或臨床醫師 然後他很像這個 這位男士 這是男女朋友對不對 他們在想說 待會要去哪裡玩也好 待會要看哪一部電影也好 大家的 這個 大家的 使命感非常非常重 就會開始去查 去幫病人想很多的事情 OK 然後去幫病人去做決定 可是 我們的病人想不想知道你怎麼做決定的呢 想不想 很想嘛 可是他敢不敢說 不敢說嘛 對 很少人不敢說嘛 OK 所以 常常 這個做愛決策一定是好的嗎 不見得是好的嘛 對不對 如果兩個人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呃 彼此的看法 也許我們可以選擇到一部 大家兩個人都可以非常享受一個電影 OK 所以Share 在提訊Making裡面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再講一件事情 因為他是Share OK 臨床醫師問我一件事情 那誰要負責任 對不對 尤其在我們這個環境不大好的 常常就想到說 那如果有一天上法庭的時候 誰要負責任 該負的責任還是都要負 所以 應該這樣講 林床決策決策下去以後 並沒有是說 誰做決策誰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而是你本來應該要負責任 就應該要去做負責任 而是你做一個責任 這個Share以後 這個Dition Making 將來你也比較不會後悔 對方也比較不會後悔 對不對 所以上法庭的機會會下降 就如此而已 OK 彼此的責任應該要負的責任 還是應該要負責任 OK OK 抱歉這個數字好像有點跑掉 OK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Share的Dition Making OK 以往我們都覺得 在臨床上面 基本上 醫師的判斷是非常非常準 而且大部分應該都只有一個比較prefer的 prefer的一個option 對不對 在2000年的時候 DMJ他收集了2000 應該是3000個RCT 他去分析說 做完RCT以後 到底A比較好 有沒辦法去看出A比較好 還是B比較好 還是兩個都無效 還是兩個都差不多 結果他發現 大概有百分之86 OK 有百分之86 事實上 不清楚到底A比較好 還是B比較好 也就是說百分之14 的Study 可以跟我們講到底A跟B 到底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百分之86 他是還是搞不清楚 A比較好還是B比較好 所以 絕大部分我們要有一個RCT 的try 去讓我們跟我們講說 哪一個藥物或是哪個治療比較 已經非常非常困難 可是其實你做RCT以後 還是有百分之86 不知道 OK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學過ACLS ACLS 現在是非常一個popular的一個概覽 對不對 這個popular的概覽裡面 總共有314個recommendation 這個314個recommendation裡面 LevelA的Evidence 最高等級Evidence只有兩個 OK 然後Cast1的recommendation只有80個 OK 所以我們在做急救的人會覺得 就25%是Cast1 就不到一person是Level1的Evidence 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這個樣子 將來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我們當一個臨床人員 在面對一個decision making 在做一個決策 或是面對一個證據的時候 我們maybe應該要更謙虛 所以面對這樣子的一個不確定性 什麼不確定性呢 就是說當我們面臨這個病人 可能可以接受A的治療 也可能是接受B的治療 可是我們知道A跟B都可能有療效 可是我們不曉得A跟B的效果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好 或者是說它的效果 是根據病人的喜好 和可能有所不一樣的時候 比如說有些病人他希望不要痛 有些病人他希望他可以走路 對不對 這兩個東西的preference是不大一樣的 OK 所以如果因為病人的preference不一樣 而產生不同的效果的時候 也許這個不確定性 我們要列入考慮 可是這個不確定性的答案是在哪裡 這個答案不是在諸位的身上 這個答案應該是在於病人的身上 要病人跟你講你才會知道嗎 病人不跟你講你怎麼會知道 到底哪一個對病人來講是會比較好呢 所以我們在醫療上面的不確定性 常常是來自於效果上面我們的不確定性 所以大家如果有學過EBM 應該有聽過Gray這樣子給評估的方法 對不對 Gray他評估完以後他就會有recommendation 兩個recommendation 一個叫做strongrecommendation 一個叫做weekrecommendation 那什麼叫做strongrecommendation呢 就是說在證據等級比較高 而且絕大部分的醫療人員或者是病人 會去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這叫做strongrecommendation 所以如果你看到是strongrecommendation 你在臨床上面怎麼去做 就是just do it 就是你要勸病人去接受這樣子的一個recommendation 而不是說 我講講 你要不要自己 你要不要接受你自己去做決定 這個不叫做sharedness making 好不好 可是另外一種叫做weekrecommendation weekrecommendation 明顯上面可能這個兩個治療是有效的 可是我不清楚到底哪一個是有效的 OK 所以maybe60%到70%的醫療人員或病人會接受A 可是還有人會接受B啊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去做sharedness making 這個表示說他的療效是uncertainty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去做SDM OK 那這個圖我特別標出來 因為很多很多的臨床人員 他搞不清楚SDM跟infocent 他要解決的事情是什麼 我剛剛跟他講過SDM要解決的是效果的uncertainty 因為通常要解決的是什麼 要解決的是風險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醫療上面一定會有風險 所以必須要讓病人了解 然後他願意接受這個風險以後 你才可以去做那個事情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屬於高風險的 我們就會讓他寫同意書 如果是屬於低風險的 他可能火頭同意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醫療上面就會有一個風險的問題 跟一個uncertainty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有四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叫做他是高風險 可是他的確定性是很高 比如說他是被槍打到 Internal breathing OK shock 這時候要救他就一件事情 就是把肚子打開來去做手術 對不對 OK 所以你的certainty是很高的 可是他是風險很高 所以你就不要做SDM 你只要讓他簽同意書就可以了 OK 那另外一種狀況是 他的certainty也是很高的 可是他的風險是很低的 比如說他是Hard failure 所以他吃Diuretic 造成很多的甲離子排掉 低血角 OK 這時候你一定要會把你的Diuretic減量 或是換藥或是停藥嗎 對不對 OK 這次certainty是很高的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要繼續吃也可以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只要他同意 OK OK 他你就直接把藥拿掉 OK 你也不用簽同意書 OK 那另外一種是常見 我們我覺得做SDM 還蠻有效果的是 他是高風險 可是他也不確定性眼高 比如說 比如說他是一個局部的breast cancer 局部的乳癌 我們有兩種治療的方式 第一種叫做乳房全切除手術 第二種叫做局部的腫瘤的災除 加上radiotherapy OK 這兩個的 mortality rate 事實上是一樣 醫療的效果事實上是一樣 對病人的生存率 存活率是完全是一樣 可是 你全切除 局部切除在這樣的radiotherapy 對病人來講 是一樣的嗎 當然不一樣嘛 對不對 有些人他可能非常care他的美觀的問題 有些人他覺得還要去擔心 會不會local recurrence 要去接受這個radiotherapy 他覺得太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 就要去做SDM 對不對 可是因為他切除的這個手術 他的風險很高 所以你要做radiotherapy 所以這時候SDM跟radiotherapy的關係是在於說 當你做SDM以後會增加radiotherapy的品質 可是你沒辦法互相取代 因為應風可能正在 他是具有法律上面的規定 你要跟他講的項目是有一定的項目 另外有一種 我覺得藥師做這個部分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部分 這叫做低風險跟低確定性 他比較是屬於health promotion 或是用藥的部分 比如說你是屬於一個DM的病人 或高血脂的病人或肥胖病人 我們到底要使用藥物呢 還是我們先要讓他去做 這個生活習慣的改變 或者是說他再去服用其他的藥物 這時候不確定性事實上是很高的 因為他有alternity 對不對 可是他的風險是比較低的 這時候可能要看病人他的生活習慣 跟他的喜好 來去做決定 所以大概SDM是做在這裡 uncertainty要記錄這件事情 uncertainty的時候才需要去做SDM 如果certainty很低的時候 他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們是不做SDM 所以大家要了解這件事情 SDM一定是在一個特殊的狀況下 而且你有資源狀況下才做 所以我總結 什麼時候要去做SDM 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合理的alternity才去做SDM 在醫學上面有合理的期待方案 這時候我們才去做SDM 第二個 病人要想要 這個我後面講 想要而且有能力去做SDM 這時候才會做SDM 第三個 你要有足夠的資源 有足夠的時間 才去做SDM 如果醫院沒辦法給你一個足夠的時間 足夠的資源 你是沒有辦法去做SDM 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在我們醫院裡面 我們會挑選 會去做SDM 一定是一個團隊 一個center的時候 他有很完整的醫師 有護理人員 衛教師 這樣一個center的時候 大家去做分工 才有辦法去做 single 一個人的時候 比如說醫師 他很累 他一個診次要看超過50個人 你覺得他有辦法去做SDM嗎 這不可能去做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如果要去做SDM 剛剛我跟大家講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大概 如果要把它拆解的話 這只是做一個拆解 你的順序不見得一定是這個樣子 這個叫做COD 像一條鱈魚一樣 一剛開始你要做 叫做Choice Talk 什麼叫做Choice Talk 第一件事情 我們在講任何的決策之前 一定要讓病人接受 而且安心下來 所以 所以 癌床醫師必須要跟病人講 他現在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他必須要進行決策 這件事情病人必須要先接受 他有辦法去做SDM 我們的病人常常 搞不清楚他為什麼要吃藥 對不對 搞不清楚他為什麼要換藥 對不對 搞不清楚他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跟病人講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為什麼要進行決策 而且是什麼時候必須要進行決策 不進行決策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後果 這些東西他必須要接受 必須要了解 我們才有辦法進行下面東西 下面東西事實上就是evidence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先按下 你才有辦法聽得進去evidence OK 常常一個笑話就是 病人來了 然後醫生跟你講說 有一個好消息跟一個壞消息跟你講 OK 好 你要先聽好消息還是 先聽壞消息 對不對 好 然後壞消息 壞消息是你的prostaceae 好消息是還可以開刀 對不對 OK 病人來講他聽到他prostaceae 他腦袋瓜子就一片空白 對不對 因為他是 醫生裡面第一次碰到這個癌症的病人 可是對醫生來講 他可能是他第一萬個病人 第一次一點都沒有感覺 所以OK 好你知道你的prostaceae 就開始講 你覺得後面他講的東西 病人聽得進去嗎 聽不進去嗎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讓病人接受這件事情 OK 如果病人接受以後 你再跟他講說 OK choice talk 就跟他講說 OK好 所以現在我們可能有的選擇是什麼 A跟B 這個要做choice talk 再來是option talk 就是針對這些選項 他的好處跟壞處跟病人講 OK 所以這裡就進到什麼 這裡進到EBM 就從邏輯 從我們的文獻上面 從我們的自己的經驗裡面 去萃取出來 每一個選項 他可能的好處跟壞處 比如說他的死亡率 對於他的病發症等等的事情 可能是什麼 OK 那當我們把這個數據 掀開給病人看的時候 很多病人還是聽不懂 為什麼聽不懂 因為他不曉得那個數字 對於他生命上 到底存在什麼樣的意義 對不對 死亡率百分之一 對於每一個人 是不大一樣的意義 對嗎 OK 所以他必須要把它轉譯成 他到底會對他生活 什麼樣的影響 這叫做tion talk OK 他了解以後 最後我們才有辦法 去做一個 decision OK 所以當病人 常常會產生 一個困擾的地方 是在哪裡 產生一個困擾的地方 就是在option talk 跟tion talk 所以這時候 我們需要 給他一些決策的補助 所以這時候 可能會用一個表格的方式 或者是有一個 引導員 coach的方式去做 OK 那我常常在講 在男者裡面 可能衛教師 他可能去扮演這個 coach的角色 對臨床 藥師的時候 你可能是在bass side 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你絕對不是在 藥局的藥物質詢處裡面 扮演這個角色 為什麼呢 是因為已經做底氣詢 醫師已經把那個order開出來 這個就已經不用去做那個底氣詢 大家了解嗎 還沒去做決策之前 就應該要去做一個決策補助的事情 OK 可能是在bass side 也許 也許 藥師可以去做 做類似的事情 OK 這是2012年的時候 的一個理論 2016年的時候 Choice Talk 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team talk 為什麼把它改成team talk 事實上內容是都沒有變 只是它在更加加強是在於說 我們要強調病人是我們醫療招務團隊的一份子 要跟病人講清楚說他為什麼要進行決策 他目前的狀況是如何才有辦法去進行 如果這一步做不到的話 基本上面是很難去進行 share tissue making SDM 也不用進行SDM 所以這個是我剛剛講的第二點 病人想要 而且可以去做SDM 才有辦法去進行SDM OK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那麼多的時間去做嗎 OK 這個是第三個條件 你要有足夠的資源跟時間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用美國的model 美國這個叫做share model 他們事實上五步也是一樣 第一步就是要team talk 第二步是team talk 第三步是team talk 可是team talk 我們已經做decision 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讓decision 落實在現實的招呼上面 就是我做的決策 很多人嘛 比如說我要減重 我已經做了決策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減狀 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我們就要讓他去做執行 執行完了以後 我們要去 執行完了以後 我們要去monitor 對不對 我們要去monitor 這樣子的決策有沒有問題 執行上面有沒有問題 如果這個選擇案 後來發現是有問題的 我們當然是可以回過頭來去做一個修改 所以我們就來進到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說我們來看看 決策是一件多困難的事情 假設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今天不管是什麼原因 OK 然後去做一個檢查 OK 檢查以後醫師跟你講說你得到了癌症 OK 等於是colon cancer 然後 可是它是可以切除 OK 可以手術的 OK 如果不手術的話你一定會死掉 OK 那現在手術的方法有兩種 第一種方法是他沒有併發症的手術 OK 它的治癒率是80% 死亡率是20% 這是第一種手術 OK 第二種手術呢 它是一個有併發症的手術 OK 它的死亡率是16% 治癒率還是80% 這4%差在哪裡呢 會有1% 它需要做一個stalming 有1%它會一個禮拜 拉一次肚子 讓你那天晚上睡不好覺 有1%它的傷口要一年才能夠剃 OK 所以這一年裡面你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會不舒服 還有1%呢 它會有個SCA產生 這SCA有時候會抽痛 比如說你現在上課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不大聲 總共4% OK 好 講完了 就手術同意數 講完了對不對 OK 所以接下來要讓你來去做決策 你會選擇A手術還是B手術 OK 我們還是要調查一下 會選擇A手術的請舉手 OK 會選擇B手術的請舉手 OK 好 謝謝 通常是比較少 對 選擇A的會比較多一點 OK 選擇A的會比較多一點 OK 這個就是牽涉到 我們 我們術 大家都是藥師 我想大家對於醫學上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再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寧可 你寧可死亡也不願意做一個Storming 這個是不是你的價值跟偏好 OK 你寧可一個禮拜拉肚子一天晚上睡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跟死亡來講 你寧可死掉也不要這個樣子 你寧可死也不要一個禮拜拉肚子一天的住 你寧可死也不要讓你的傷口一年才癒合 你寧可死也不要讓有一個家結巴 然後有時候會抽痛 這個是不是你的價值 如果是你的價值的話 恭喜你選擇A是對的 這是符合你的價值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不要再重新想一下 你要不要選擇B 如果從醫療人員的價值理院上面來看 理院上面應該是大部分人是要選擇B的 而不是選擇A的 可是為什麼大部分人會選擇A不選擇B呢 是因為他問的問題的架構有問題 就是 但是當我們去做手術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去做手術 是因為你要存活 可是你要存活以外 你不要任何的病發症 對不對 所以當我跟你講病發症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害怕 而且你看到存活率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把它換成一種說法是在於說 我把病發症整個拿掉 也許你的選擇可能會不一樣 大家要了解我的意思嗎 OK好 第二個是說 大家對於長照口 對於一年傷口才可以癒合等等的事情 大家是沒有經驗的 很多是靠著你的想像去弄這個東西 而且對於未知的東西 你會感覺到特別特別的害怕 所以會誇塌它的痛苦性 我舉一個例子 最近我一直跟腎臟醫學會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做HD的病人 去做Dialysis的病人 的生活的品質 跟沒有做Dialysis的病人 就是我們一般人的生活品質 哪一個比較好 一般人會比較好嗎 對不對 好 可是 所有的研究都顯示 兩者的Live Quad 是一樣的 Main B他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 所以他會覺得OK 這是正常的事情 可是他們Live Quad 有任何的差別 也就是說當你 我們都會去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會去想像有一些可能不會發生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一個很困難的一個地方 第一個是數字的問題 第二個是說他感受的問題 第三個是說他對於未知恐懼的事情 這個就是必須要去做一個解決跟一個探索 所以SDM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量身定制的一個決策過程 我們要從病人他決策裡面的需求 我們要決策衝突 我們要去解決他的決策衝突 有些人可能是自制的不夠 有些人可能是價值上面產生衝突 有些人可能是很多很多的意見 他沒辦法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他有一些決策上面的衝突跟需求 所以我們要根據這個決策上面衝突跟需求 去給他一個決策輔助 所以當我們比如說我們在做藥物諮詢的時候 我們在做藥物衛教的時候 傳統上面的衛教都是從A一直講到Z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先去問問病人說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你的最大問題是在哪裡 從這邊裡面切入 那談談他自己的感受 然後去把他的問題解決就好 我們不要從A到Z 可能是從他只是一個Q有問題 我們就把Q都解決就好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去知道病人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去解決他的問題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決策輔助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再來一個是說 那到底我們這個決策想要得到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想要得到的outcome是什麼 要讓我們醫療人員的outcome 跟病人的outcome 最好能夠把它一致化 但你常常就會後悔 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 SDM 除了你要有EBP的技巧以外 你還是要懂得如何去跟人溝通 所以我常常在講你學SDM 對不對 會讓你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對 除了你跟醫病關係會變得比較好 你跟你同事的關係會變得比較好 你家庭關係也會變得比較好 你親子關係也會變得比較好 這是實話 這真的是實話 這是我自己覺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心得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有效的溝通 要記住一件事情 要個人話 你要講他跟他個人有關的事情 他才會覺得touch他的heart 他才會聽得進去 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都覺得很多醫院現在都這樣子 在後診去放衛教影片 大家了解嗎 大家都覺得在後診去放衛教影片一定會有效果 研究結果是XX 就是你對於一個跟你沒有關係的任何的東西 你是不會放在你的腦袋掛紙裡面 我們教學也是這樣子 我們教學生你教得很認真 學生覺得你很無聊 為什麼要教我這個東西 他完全是記不進去 所以你一定要講跟他有關的事情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他8 feet 心房殘動 他會慣心的是中風 那中風的機率有多少 你不要跟他講說平均是5%6% 你要跟他講說你就是多少 算一算 現在也可以算 OK多少 他就會知道 OK 第二個是說你一定要講絕對風險 絕對風險大家知道嗎 不要講相對風險 比如說你可能是死亡率下降2% 你不要講相對風險 你的死亡率可以減少5倍 這個聽不懂 因為5倍到底是多少 5倍可能是萬分之一 第三個 你要解釋那個數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可能會對他生活上面帶來的影響 最後一個是說最好能夠加上視覺化 所以他聽看 然後綜合到他的腦袋瓜子裡面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溝通 所以我就根據這幾點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是美國人做的一個study 你看完以後你會覺得美國人很笨 他要去問說請問一下10分之1、百分之1跟千分之1的離病率哪一個是比較高 是10分之1比較高還是百分之1比較高還是千分之1比較高 10分之1嘛對不對 OK不是答10分之1的你應該不會做在這裡 OK 可是有25%超過50歲的美國的病人是答錯的 OK 100個裡面有20個就是百分之20 是對還是錯 對嗎對不對 OK 百分之30的美國人答錯 千分之1是什麼意思 百分之40的美國人答錯 這千個裡面有一個是百分之幾 百分之0.1嘛對不對 百分之75的美國人答錯 OK 有百分之30的我們的急診護理人答錯 OK好 我先講一件事情 這是常常出現在我們的衛教單章上面 這個OK 我們衛教單章上面到底是要傳遞一些訊息 或者是有用的東西給病人 我們很少用分數 我們會覺得1000是比100大 100是比10大 為什麼放在分母就會變小 如果你呈現的是千分之100 千分之10跟千分之1的時候 它會不會答錯 它是不會答錯啊 大家了解嗎 OK 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對分子是比較有感的 對分母是比較有感的 OK 所以有一篇文章 SCI文章 它的題目是什麼 OK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千 百分之9 會大於千分之1 百分之9會大於千分之1 大家都覺得分子是比較重要的 OK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你的衛教單章上面呈現出這個時候 請把它拉起 而且那個分子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是一個心理學上面的題目 這也是在我們在研究的時候很好玩的 比如說 年底到了大家忘年會要抽獎 對不對 有兩個箱子 OK 兩個箱子裡面都有白球跟紅球 這也是在我們在研究的時候很好玩的 只要你抽到紅球你就可以得到獎 好 那現在有兩個箱子 一個箱子是裡面有10顆球 然後有9顆白球跟1顆紅球 另外一個箱子有100顆球 有91顆白球跟9顆紅球 OK 請問你會選擇哪一個箱子抽獎 A的請舉手 B的請舉手 OK 有人要去選擇B嗎 你為什麼選擇B OK好 所以我老婆跟我講 我老婆跟我講答案 她說我考到這個禮物 她說我知道你要考 我說我腦袋瓜子很清楚 我知道機率A比較大B比較小 可是我覺得B 有9顆球比較容易抽得中 對不對 結果1顆球很難抽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心理的因素 大家了解嗎 對不對 就好像是說 我們在抽過年班的時候 都知道 先抽後抽的機率是一樣 可是每個人都想要先抽嘛 對不對 都覺得先抽可能會比較佔優勢 這個佔優勢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心理上面的因素 所以我們在玩這個數字的時候 心理的因素是必須要被考慮到的 OK 所以我們為了避免它的miss understanding 你最好就能夠把 比如說這裡也是100顆球 90顆白球跟10顆紅球 他就一定會抽這個嘛 OK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要玩這種遊戲呢 OK 第二種就是說我們要講絕對的風險 OK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某一個接受治療 他可能有20%的死亡率或是存活率也很好 為什麼沒有 OK 好 可是這樣講還是不大好 OK 為什麼不大好呢 OK 你最好是講說 100個人裡面會有20個人發生負重 這兩種講法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知道嗎 對大家來講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OK 所以有人去做研究 如果你跟他講說 這個死亡率是25%的時候 有很大部分的病人 他會覺得他只有死到腳而已 這25%死亡率的意思就是說 他只死到腳 75%的生理是好的 所以應該還不會怎麼樣 因為平常生理還蠻健康的 50%是死到肚子 75%是死到脖子 100%才是死掉 可是你跟他講說 100個人裡面會有25個人死掉 他還知道 哦原來有人會死掉 OK 所以千萬不要跟他講說 20%死亡率 你要跟他講說 100個人裡面會有20個人死掉 他才能夠tick這個 這個 他才知道這個數字 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OK 所以 盡量用自然的頻率 盡量用自然的數字來表現 OK 你這個事情 好 第三件事情是 你不要講相對風險 相對風險 基本上面 他會去 誇大他的療效 OK 比如說跟你講說 死亡的風險會降低50% 這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你問上面 他可能 他可能 只差了千分之一而已 OK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這是去年 我在當 國健署 在做乳癌篩檢 去做marmor briefing 就是乳房攝影的時候 的一張table 我舉60歲到69歲來講 60歲到69歲的女性病人 如果每年都做一次的乳房攝影篩檢的話 有做的 每千個人會有9個人死於乳癌 沒有做的 每千人會有13個屬於乳癌 也就是說 你連續做10年 會 一千個人裡面會減少4個人 因為乳癌而死掉 OK 所以你會不會做 我再講一個數字 因為很多乳癌被marmor檢查出來以後 他可能不會危及到你的生命危險 可是你就必須要切除 所以英國人的data是 你要降低一個 減少一個因為乳癌死亡的病人 必須要有三個人切除他的乳房 請問一下你還會做嗎 你可能就會開始做考慮 這不要看 那我弄完以後 我們的主管單位說不行 因為這樣子會降低乳房篩檢的 這個是公共政策跟個人價值上面一個衝突 他說這樣寫不行 那我說要怎麼寫 他就說要這樣寫才可以 抱歉 死亡率下降百分之30 他也沒有說話 可是你看到百分之30 你會不會覺得不錯 降低百分之30 你就會鼓勵你去做這兩件事 大家了解嗎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相對風險 只要任何的廣告跟你講說 什麼價錢差五倍 什麼表情要好十倍 這個就是陷阱 就是表示他的數字 是不願意拿出來接受檢驗的 我們要看到的是一個絕對的數字 那我們醫療上面常常用的叫NNT 對不對 NNT是我們用的 不是給病人用 病人永遠不了解什麼叫做NNT 大家了解嗎 因為NNT大跟小是怎麼決定 對不對 什麼叫做大 什麼叫做小 你要看你付出多少的代價 拿到多少的利益 大家了解嗎 這個病人永遠是搞不清楚 這個到底是發生的事情 他才管你 尤其在全民天保下 這個付出的錢是你的事情 我要的是 我到底能夠得到多少的利益 所以我們要圖示化 這個圖示化 比如說 這是一個經過荷爾蒙治療以後 那可能會造成的一些影響 他就用這個小人圖 來表示 比如說 這些是可能本來就會產生 breast cancer的病 這個是 用了Hormone therapy以後 可能就會造成增加幾個產生 breast cancer 那這幾個是 Endometric cancer 跟其他的Ovarian cancer 事實上 不管你有沒有用Hormone therapy是一樣的 OK 你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做一些呈現 這個圖 可能 比較淡喔 所以有一些小人圖 沒有被 被 被看到 OK好 哇 沒關係 另外一個是 你如果用十條圖的話也可以 OK 你就要看看 你自己去做決定 我現在沒有什麼 比如說你的就千分之幾 如果你用一千個小人圖的話 也許你會覺得很麻煩 那有些是用橫條圖 OK 來去做表現 那我想要問大家是說 你要用這樣子直的方式 還是這樣子橫的方式 你會決定用左邊這個直的 請舉手 你會用橫的方式 請舉手 OK 好 我們來揭曉一下 這是外國人的Study 台灣人沒有Study 我也不知道 外國人覺得這個比較好 所以你用直條的 病人比較能夠理解 因為他直接 視覺上面就直接看到 這個比較高 這個比較低 用這個東西他要往後來看 他可能需要花的力氣 會比較多一點 OK好 然後再來一個是說 我們在跟病人解釋的時候 到底要先解釋哪一個 以前我們老師都跟我們講說 如果你要介紹手術就是說 存活率80% 如果你不想讓他接受手術 直接跟他講死亡率20% 到底要先講好的 還是先講壞的 OK好 那個 那個石正公講說 石正公講說 效果不定 要看病人心理的狀態而定 OK OK好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兩個一起講 給他兩個一起看 好處跟壞處 病程 對 他最 你會減少那個Effects最小的 這樣是會比較保險的一個狀況 OK好 然後再來一個東西 這一題也很好玩 比如說 你五年裡面得到乳癌的機會是6% 有一種藥物可以讓你降到3% 可是他會出現更年期的症狀 OK 你願意接受嗎 OK OK 那我再跟你講一個Information 一般人的厲害率是3% 你是6% 這樣子你會不會比較願意一點 OK 相對的 如果一般人是12% 你會不會比較不願意一點 會 可是別人怎麼樣 那樣干你何事 對不對 我們工作上面也常常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明明沒有工作過量 可是你看到別人輕鬆 你就會覺得 細滅不舒服嘛 對不對 你看到別人把地裡亂針 你就會覺得 我賺到了 對不對 可是你的工作量還是沒有改變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要不要跟病人講 那個Based Data 這個就是你要看看 你自己要去考慮 然後另外有一種的方式是 他 你可能講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他可能人家不瞭解 你就拿一個日常生活裡面 可能有紀律跟人家講 比如說他跟你講說 你在家裡面乖乖的坐著 對不對 那會突然猝食的紀律就是萬分之一 你可能騎摩托車回家的死亡率是多少 OK他就會知道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意思 OK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醫療人員都很怕 病人不懂 所以我們的衛教通常 充滿了非常非常多的影響 OKOK 別去念你叫做Laysmore OK 你覺得這樣子他比較看得懂 還是這樣子他比較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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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邊只是要跟他講說 你的Chemotherapy加上一個Homotherapy的好處 到底是在哪裡 對不對 你要講的只是這兩個 在稍失量 有100個人裡面有少於兩個人會得到Pancel 就這樣子而已 或Survival而已 對不對 你不用跟他講那麼多 你的就直接跟他講說他可能的好處是在哪裡 你不用跟他講太多不相關的一個Info 所以我做一個Test 對不對 病人是要可以從3%降到1% 對不對 然後我問了我們醫院幾個醫師他會講哪一種 3到1 降低2% 50個會有個好處 死亡率下降基層會療下好三倍 他都沒有說謊 可是病人的感覺非常非常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FORMO EBM上面的講法 你應該這樣講 100個人治療當中有兩個人會得到好處 這80分 OK 然後呢 其他98個人會得到好處 90分 OK 100分要跟大家講說 我不知道你是那兩個人還是那98個人 可是講完病人就會不清楚嘛 所以 所以我們就要 抱歉 抱歉 我們就要有一個圖 OK 有一個圖跟他講說 這個圖應該放在後面 一個圖 人情圖跟他講說 OK 這藍色那兩個人 對不對 就是好處 其他白色是沒有好處 你可能是他藍色也可能是他白色的 好不好 OK 那一分鐘我把我們醫院做的 我跟你講 小孩子從 從盪丘縣裡面降下來 撞到頭昏過去 被撞到醫院的急診 OK 人都是好的 如果你是小孩子的父母 你會不會讓小孩子做CT 所以從 到一公尺的地方掉下來 撞到頭昏過去 昏過去以後醒過來 一個小時吐一次 然後到醫院的時候 還是很活潑 你會不會讓他做CT 可以 內地會 內地不會 對不對 OK 那我要問的是說 你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的EBM 對不對 EBM裡面公講說 這個病人要做SDM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有他的risk 跟他的benefit risk是在於 radiation的risk 他可能會讓他感染cancer 可能會cognition的問題 對不對 好處是可以看到他有ICS 所以這個好處跟壞處 必須要由醫院來處理 所以 所以 這個 我們常常 為什麼跟大家講這些 就是 醫療人員 常常會overestimate 治療跟檢查的好處 會underestimate 他的harm 所以我們通常就會鼓勵 對於病人多次要 多做檢查 病人也是這樣 他覺得有次要有做檢查 對他的好處是會比較多的 所以 如何克服這個部分 可能在我們臨床上面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圖 跟他講說 1%會出血 其他的就不會出血 OK 可是病人還碰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 不是只有給他information就好 我們要一個conversation 請問一下腦出血的意思是什麼 學大部分 病人 他覺得腦出血就是死掉 可是腦出血的意思 老實講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可能需要手術 或者是住院 很少是死掉的 大家了解嗎 所以你要跟他講 這個專用名詞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意思 OK 這個我就不講 有機會再跟他講 那莫貝爾講得主是怎麼講 事實上 他是 這個 他是在講這個 講SD OK 好 好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講要講直掰的話 對 OK 這是我測試 請問一下 心肌梗塞 台語怎麼講 是講心臟病發作 還是講血管塞處 OK 百分之九十的 心臟科醫師都講說 心臟的肺梗太硬了 對不對 OK 可是我去測試 我就不相信 我去測試 我們醫院很多老復仇 問他說 你的心臟肺梗太硬了 他的反應是 他會怎麼樣 OK 你來講 你的心臟病發作 他會問他會死 他會死 有問題 OK 所以如果你是要講那個LUIS的話 你用心臟病發作是比較好 對嗎 OK 就好像是說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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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中風 中風對心臟病發作是一樣 你會跟他講說你的腦血管病變嗎 你心肌梗塞就醫院 你跟他講說你的腦血管病變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 什麼叫做直白的話 大家不知道怎麼寫 請你去看一下 現在 比如說 你把他翻成 國語 中文 都比你自己寫還來的直白 這是我稱的是測試過 OK 好 然後你胃孝單山上面的字體也很重要 好不好 左邊叫做非稱陷體 右邊叫稱陷體 就是有勾勾的 所以 千萬你的胃孝單山上面 不要出現新細明體跟標開體 這個病人很難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OK 左邊就是心細明體 這邊就是粗黑體 粗黑體 粗黑體才能夠吸引病人的注意力 所以大家看到 你在手機上面 新聞的APP 現在全部都改成是粗黑體 OK 如果是一個time romantic的字 只有一家報紙 那個叫做New York Times OK 好 然後 另外一個是說你在preference要去問 OK 怎麼問呢 通常是head to head的去問 比如說 你要不要打印學 你應該講說 你覺得打針跟控制血糖 你比較在乎哪一件事情 你不要問他說你在乎打針嗎 當然在乎 你在乎控制血糖嗎 當然在乎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到底他的preference到底是在哪裡 OK 所以你要這樣問 才有辦法去問出他的preference OK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提供choice 我們要offer care 所以要care弱食招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不管選擇什麼樣子的一個治療 觀察也好 做CT也好 你一定要去落實觀察這個病人 到底要去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OK好 所以很多的病人 他常會問你說 如果是你的佳容或是你 你會怎麼去做決定 這句話 背後代表是什麼 背後代表這個病人有決策上面衝突 他沒有辦法去做決策 所以你應該要去幫忙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退步想 要問他說 我當然知道 我也很樂意分享我的看法 OK 在我分享之前 您可不可以先談一談你的看法 或是你的感覺是什麼 學生問你說 老師這個怎麼辦 你就不要直接跟他講 你就問他說 我大概了解怎麼辦 不過你現在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他才有辦法去講出來 OK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你還要在家裡去問一句話 說 如果你還有其他家人 也很關心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邀請他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講 對不對 OK 如果你沒有講這句話 很多的家屬來 一直問你 一直問你 問你 你就不要覺得煩 好嗎 OK好 所以我們在做communication的時候 病人的參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SDM非常非常強調病人的參與 病人的了解 然後這些親切溫後眼神接觸 慢慢來內容不要多 這是基本是在那邊功夫 可是親切溫後眼神接觸 這個大家都會 可是當你有心無心 那個眼神馬上就表示出來 OK好 然後真的是一次講的東西不要太多 OK 要直白 然後利用圖標去做解釋 然後呢 要恢復視覺 要讓病人講出來 你跟他講的information 這才叫做成功 OK 不然的話 有病人永遠不知道他到底了解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你要做SDM 第一個要有實證 OK 你要提供的治療是要有實證 第二個你要相信這個實證 你要通過這個東西 你願意把這個東西share給病人 第三個是說 病人要了解你在講些什麼 最後我們再看看環境上面有沒有什麼樣困難需要去做 OK 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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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去一順 李子文精采的一個演講 用很多實際的案例 但是我想在醫院待過的人都知道 因為我們目前的情況都非常忙碌 我特別提出 李子文在急診 他要做SDM 有時候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我不曉得李子文在你日常生活 你怎麼去馬上判病 我剛剛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沒有時間才有去做SDM 對不對 OK 急診是很忙 可是not always很忙 就好像我跟學生講 他覺得很忙 所以沒辦法好好的寫病例 那我就說 那不下給你時間 你可以好好的寫病例嗎 他就寫不出來 對 所以 我理解說 當你很忙的時候 當然你沒辦法去做 可是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那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要請教李子文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再度掌聲 謝謝李子文的介紹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向下 第二個section 由郭敦來介紹 謝謝